但今次我是深深体会到原来有了小朋友之后 搬屋是一件十分之困难的事 所以在过去两个月来 我每一天都在十分之忙的状态之下度过 臭女臭女臭女,然后撿屋 又要小声点,因为你吵醒了它又撿不到屋 它只会把我所有东西拿出来 它每一个月差不多省到一千元的邮费 实质每天省到多少公里呢? 其实我不太记得 稍后等它回来问一下它 Hallo大家好,又是我们皮肥特 很久不见了 话说我们在YouTube已经很老长時間аль落 我们开的YouTube频道这么长 一直都堅持著一個禮拜或一個禮拜出一條影片 那到底因什麼解救令我們突然消失了兩個月呢? 如果以我們Instagram的朋友應該都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們最近經歷了我們的人生其中一個大事就是搬屋 我們這個頻道由2019年開始拍攝 當時我們是住在油麻里的 然後我們就搬了去葵聰的studio 其後因為我們有隻小狗 兼且再多了一個小朋友 所以我們之後就搬了去龍古坑的村屋住 而去到現在這一刻我們又搬回來油麻里啦 那我今次拍這條影片就想跟大家快速分享 在這兩個月來我們的生活上 或者是我們駕電單車上有什麼轉變 當中就包括剛剛所說我們搬了屋 我們正式賣了R3已經交了車 還有我們由這個屯門的偏僻地區龍古坑 搬出來這個市區 對於駕電單車 尤其是天天駕電單車上班的包皮男來說 他的駕車就習慣怎樣改變 更加重要的是我們出回來市區 所以意味著泊車就更加困難的 在這兩個月來我們也有拍一些短片 讓我們今次出片去用的 好 去片 剛剛我不是說到我們之前其實都搬了幾次屋 因為之前沒有小朋友的關係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搬屋就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但今次我是深深體會到 原來有了小朋友之後 搬屋是一件十分之困難的事 一來一般情況之下 我們都會有兩個大人去撿屋搬屋 包皮男爺也要上班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了公人姐姐的關係 所以我就要在家裡兼職這個臭女 然後在女兒睡覺的時候去撿屋 然後去搬屋我們要的東西搬屋 而我發覺有了小朋友之後 原來家裡是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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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的雜物 例如她的玩具 她自己個人的主食工具 消毒機 蒸東西的碗 鍋等等 所以在過去兩個月來 我每一天每一天都在這個十分忙碌的狀態之下度過 臭女臭女臭女然後撿屋 又要小聲一點 因為你吵醒了它又撿不到屋 它只會把我所有東西拿出來 二來為什麼我會覺得這次我們搬屋是一個很繁重的問題 那是因為我們在去年的時候開了我們的媽祿雜貨店網店 我們因為住在龍館坑村屋的關係 有很大的花園 而花園也都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我們媽祿雜貨店的貨倉 因此我這次搬屋的時候 其實等同要將一間屋和一個貨倉搬去油麻地 當中的貨有很多不同的 機油 尾瓦油 油格 車蓋 然後一些工具 工具 工具 就是一些很重的肩膀等等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貨品 同時我撿屋搬東西的時候 又要留意 因為如果是小朋友的用品 就要乾淨一點 所以就要搬去哪一個位置 如果是貨比較髒一點 又要搬去另一個位置 不要污染到小朋友的玩具 在這個搬屋的細節 就不跟大家廢話那麼多了 相信如果搬過屋的你 其實都新同感受的 不過也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正式入住了油麻地的了 所以如果看這條影片的觀眾 還有任何是家品商 家司 那些不同的公司的人物的話 歡迎找我們做贊助 我們有新居入伙 可以有很多不同贊助的空間 跟著第二樣 說到賣車了 本身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要賣R3 所以我們早前已經找人 把R3變成藍色了 其實這件事已經幫了我們很多了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搬屋 絕對是沒有時間 自己慢慢砌一套新貨品 在拍完那條影片 和大家說了我們換貨品之後 其實我們後繼 還有幫R3做多一點工夫 就是換胎 因為其實我們這部R3 我買了回來真的擺多過駕駛 所以我買了回來這麼久 都沒有換過胎 為了我好朋友的人生安危 我前後都幫你換了一條全新的S22 的胎 狠狠正正的一條S22全新胎 本小姐駕駛了這麼久 都沒有享受過一條新胎 還有一條S22 而我希望她乖乖的駕駛之餘 又可以感受一下這個R3的威力 正式換完新胎之後 我就把車交給我的朋友了 順帶一提 如果有追蹤我們Instagram的人 應該要知道 我們有一天 將這部全新Fairling的R3 推出龍骨灘海邊 拍了一條小小的Instagram Reels片 就是那天我們在海邊拍完一條Reels片 打算把車放在巴士站上 然後我們走進屋 沖洗糧食物再出門口的時候 我們的R3竟然離奇地被人抄了一張牌 為什麼會特地提及這件事呢 是因為我們在龍骨灘海邊住了一年多 包皮南無論風吹雨打 他每天都會把他的戰車 拍在龍骨灘巴士站後面 當然也是個不太阻人的位置 而在這年多的時間裏 包皮南上班的戰車 完全沒有被人抄過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龍骨灘海邊 知道我們快要搬走 然後抄了這張牌 作為我們這個小小的龍骨灘紀念 Anyway 那我們那張罰款當然是交了的 因為好像我們這些賣車的階段 如果你一個不故意被人抄了牌 記得快快去交罰款 否則有機會影響到 你下一手車主轉名的時候 可能會說你有錢未交 說起駕駛電單車 包皮南上班的地方 就會在九龍灣 之前他在龍骨灘 來回九龍灣 每一天都差不多要三個小時的時間 他要經歷整條屯門公路 以及整條農場道 才可以上班 駕駛開車的你們都知道 在上班、下班時段的 團工加農場道 簡直是地獄 即是你塞完一條 再塞另外一條 每一天都是這樣過的 現在搬出來又麻地了 當然他上班的時間是大大縮短了 亦都可以叫做 避開了很多不同的繁忙路段 其實他上班或下班 都很快可以回來 油費方面都省不少 我們屈指一算計過 以現在我們的Jungle 150來說 他每個月差不多省到一千元的油費 實質每天省到多少公里 其實我不是這麼記得 待會等他回來問一下他 唯獨就是 回來油麻地 又要重新想過電單車排位的問題 我們之前住村屋 因為我們住地上有個小花園 我們的小花園是我們的免費停車場 只要你哪輛車不開 其實你塞進去就完全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回到這個油麻地了 我們本身都預計了每天找骨位都很困難了 不過慶幸的是 其實油麻地區這些大街小巷 都有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骨位 所以Touchwood十分幸運地 我們現在搬了游來這裡一個多兩個星期 包皮男每天收工都叫做可以找到骨位泊車 說起車車 因為我們賣了一輛R3 包皮男的羔羊都湯光了 所以我們現在暫時擁有的電單車 都是只剩下我的標誌的Jungle 150 而包皮男也都天天地把我的Jungle 150拿去上班放工 駕駛了我們這輛Jungle 150這麼久 我們都完全進入了100%的狀態 所以接下來包皮男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覺得Jungle 150有什麼改變 對於它來說 它是覺得車現在是極之好的狀態 而且是很省油的 怎樣省油呢 我們遲些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去到這條影片的最後 容許我講一講我這兩個月裡 我自己個人的心路歷程 首先 利新我們絕對不是放棄了頻道不拍影片 純粹是因為我個人實在太力不從心 我承認我真的沒有這個時間和精神 去拍攝機拍片和剪片 去到這一刻 我終於有動力和精神拍攝機 都想感謝大家 繼續留意我們這條影片 繼續留意我們這個頻道 放心 我們之後會繼續一路拍影片 拍更多的電單車影片 或者是我們的生活影片 嗯 其實話說我們皮包鐵 幾年之間 我們的人生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改變 或者是變化 搬屋這件事 簡單來說 都是換了一個新環境 本身對於我們成年人來說 換了一個新環境 都可能要少許時間去適應 例如你要適應一張新的床 你都可能會有這個山寶床的問題 你都會睡不習慣 那你都要幾天去適應一下 而同時由於我們有小狗 有小朋友 小狗和小朋友 其實是需要更多的時間 適應一個新的環境 好像包皮為例 本身我們住龍虎湯 有一個大個花園 可以讓他四處奔走 就算不空帶他去海灘 那邊散步 起碼他也有個花園可以走 但是搬了回來市區 當然在這個寸金赤土的香港 就不會突然間有個花園 或者有個平台 所以他也減少了很多可以出去的機會 對小朋友來說 適應新環境 是一件更加困難的事 尤其是現在我的女兒 歲多歲半左右的歲數 它是处于一个极度依赖我这个妈妈的状态 所以在这段搬屋的期间 我想自己一个执行这间凌乱的新屋 因为都真的很骯髒 我又不想它在这里的时候 它就会很不开心 要尽快接回它 要安抚它的情绪 同时它又要适应新的环境 就算它们的玩具全部都在这里 它都觉得这个环境很陌生 它都要慢慢摸索一下 这间屋真的是它家 好,跟完观众说之后 最后就是跟我们各个不同的宝货朋友 不同的公司 和想去我们妈妈乳集货店买东西的顾客去说 就是我现在都设定好 我可以准备去谈不同的宝货或者不同的广告 所以欢迎任何的赞助商 快点来找我去谈 之前我约我的那些朋友 我现在都会找你们的 放心,我会出现的了 Hello 另外就是,如果你想去我们妈妈乳集货店 买满车袋等等 记得快点来买 虽然我们现在暂时就不会再去浩和街交收 但是现在变成了去百号仔交收 或者是游卖地交收 或者好像平时一般的寄货都没问题 所以有什么在妈乳集货店买东西的疑问 随时来WhatsApp我 我会复你了 拍摄完毕 我又要继续做我的家头细母了 就是这样 多谢大家看我们这次的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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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